将在地养殖鱼产入菜来推动滨海观光 新竹县竹北水月修区跨域辅导计划 发表了11道创新料理 用龙虎石斑还有益生菌白虾 料理出猪背牛棒石斑锅 还有蒜蒸虾 还设计出了6条的油城 能够漫游尝鲜 一览滨海风光 下腰侧翻 创新舞蹈举起风车 鱼产展现滨海风情 竹北市水月休闲农业区 以135万跨域辅导计划 发表执行成果 农业部跟我们施工所 一起来做合作 把这个跨域的行销 做一个合作 那不只是我们的传统的产业 可以成为加工产业 甚至我们也让它有电商的可能 那希望透过我们不同的推动 以及我们特有的行销 可以让全台湾 甚至世界的朋友 可以认识我们竹北水月休区 兽贤农业区占地481公顷 有60公顷养殖乌鱼 白虾石斑鱼等 都通过产销履历认证 以在地农鱼食材 研发出食一道料理 用友善饲养的龙虎石斑 设计出猪背牛棒石斑锅 还有益生菌白虾 做成蒜蒸虾 养鸡般的秘制脆皮烤鸡 黄金虾烧麦等 一道道香气四溢 更将新鲜食材整合帮助小农行销 有结合了在地的桃园三号白米 然后高粱米 然后在地的乌鱼 在地的白虾 那石斑鱼 然后蔬菜水果这样子 把它聚集在一起 一个十一道菜色 那主要就是说 希望游客可以来我们这里 体验在地的游城 像我们今年有开发了 六条游城的线 比如骑脚踏车 去逛逛整个修区 或者是游客来 自己钓鱼 然后教它煮菜 有这样子很丰富的一个游城 欢迎大家来水月休旋农卫区游玩 以制杀物鱼籽 莱姆醋DIY等 设计出六条游城 获得优质体验 品质评鉴奖肯定 开放预约订餐 要透过美食漫游 赏美景 带动竹北滨海观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